建安二年的下半年 诸侯的实力榜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曾经熊市天下的公孙赞已被元首压制 退缩在一京的山丘中 背上背着高塔 然后养生不语 不再与外界有联系了 而元首的势力被吕布和孙策拆分 元少都侠继清幽并四周排名第一 曹操拥有眼周 玉周排名第二 吕布排名第三 一周刘彰 荆周刘表势力不小 但没在主战场 不过曹操的实力排名并不真实 其中隐藏着巨大的潜力 因为他手里有天子 这让曹操站在了政治制高点 曹操阵营成了很多忠于汉朝人士的投靠目的地 同时如果有诸侯反对曹操 就如同反对了天子 底气会差很多 从此曹操成了汉朝的女朋友 做事只有两方面 曹操一方或者错的一方 但手握天子的曹操很冷静 为了顾全大局 他把大将军的职位让给了骄傲的元首 自己担任第一级的司空 但他兼私立校尉 路上书士把持上书台 上书台是朝廷任免官员的机构 曹操有这个实惠的职位 到处给人派红包 想拉拢谁就拉拢谁 吕布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得到了徐州牧平东将军的职位 新大的吕布对朝廷的现状很踏实满足 天子对自己一直是感恩的 曹操也够意思 捐起钱贤带着自己一起进步 但四世三宫的元首很不舒服 我是主角 我长得高大英俊 浓眉大眼 从来就是主角 怎么那个差点饿死 靠我扶植的矮阿蛮 要当主角呢 天子留邪初到许县的时候 曹操收到了元首的书席 大意是说 许县位置低下潮湿 没个京城的饭 而就经洛阳 因为董卓的损坏而残破 我觉得还是把眷城定为京城更为合适 曹操拒绝了 因为眷城离元首的政治中心 夜城太近了 建安二年初 曹操被张秀打败以后 又接到元首的书信 内容是什么 不得而知 但曹操看了信 被元首信中的傲慢无礼惊到了 勃然大怒 曹操生气到什么程度呢 用陈寿的话说 太祖大怒出入动静便于常 曹操心里清楚 与强大的元首的矛盾 已经无法调和 战斗即将开始了 好在元首还紧紧在出演挑衅阶段 所谓叫的狗不咬人 很快 曹操的预判得到了验证 就在他再次攻打张秀的时候 曹操从元首的降族那里 得到一个重要情报 田锋建议元首 趁曹操不再尽快偷袭许县 挟持天子 曹操赶快撤兵 看来元首早已有了 兵戎相见的心思了 其实曹操及其智囊 早就悄悄筹备上了 所谓咬人的狗不叫 纵观天下局势 曹操最担心的是 吕布与元首强强联合 吕布的骑兵和元首的步兵 都是天下一流军队 如果他们组团就太难战胜了 要想战胜元首 曹操必须先解决吕布的问题 不过吕布刚刚成为了 朝廷任命的正规国军 曹操根本找不到理由 出兵攻打徐州 幸亏曹操在吕布附近 有一部贤旗 小配的刘备 建安三年春 吕布派人带着钱 去私立的河内郡买战马 吕布是靠骑兵打天下的 不断补充战马 是重要的物资储备 没过多长时间 买马的人回来了 告诉吕布说钱 被刘备的人劫了 吕布感到意外 当初刘备从曹操那里 回到小配 吕布因为跟曹操已经和解 吕布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 始终没理小配的刘备 彼此和平共处了一年的时间 这次刘备竟敢主动挑起事端 吕布当然无法接受 但吕布比原来成熟了 并没有急于直接出面 找刘备算账 而是叫来了凤仙组合 韩仙和杨凤 吕布让这哥俩 去刘备的地区抢麦子 以示警告 他俩本来就出身土匪 抢粮食是童子宫 再加上吕布的言传身教 他们的水平已经赶上皇军了 刘备看到专业 抢粮食的来了 非常客气 想到周围人太多 有些话不方便谈 刘备就单独把杨凤请来一起做作 公筹交错间 刘备向杨凤表示 杨将军 我真想支持你们 咱们都是为朝廷服务的 杨凤笑了 刘将军这么想就对了 咱们是有军吗 刘备诚恳地摆出了自己的困难 但现在我们收到的粮食也少 总有人抢粮食 给您真留不下多少啊 请车骑将军 指点指点该怎么办呀 杨凤举起右手 做了个向下猛批的手势 坚决地说 抢粮食的杀呀 刘备点点头 表示同意 然后把杨凤杀了 韩仙吓得跑到了铸秋地区 被当地武装诱杀 吕布的羽翼被剪了 杨凤和韩仙的死让 吕布一下清醒了 他明白了 自己的处境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简单 曹操并非真心原谅了自己 吕布重新联络了袁术 然后在8月前后派张辽高顺围攻小配的刘备 吕布竟敢攻打敬爱的朝廷大员刘豫舟 等了很久的曹操这下可以出兵徐州了 因为按曹操的计划 吕布终于站在了国家和人民的对立面 把屠杀自己的刀把递给了曹操 奉辞的曹操立刻派下侯敦先行支援刘备 但吕布除了高顺和张辽之外 又联络了脏霸等泰山群后 这几个人的武力值都是一流的 刘官张和夏侯敦没能守住小配 被高顺攻破 刘备的家眷再次被寄存在敌人手里 看来跟着刘备的女人一定要有良好的心态 但凡丈夫事业一挫折 就意味着自己要面对寄存处的男人 难怪刘备称王以后也很少有公斗戏 曾经四海为家的娘娘们早做好了随时被寄存的准备 刘缠的小名叫阿斗就是寄托了姨娘们对无法公斗的深深情愫 刘备带着兄弟们向西跑到梁国境内遇到了曹操 曹操从许县出发而来 刘备见到曹操可算遇到亲人了 立刻跟着曹操又杀回徐州 有种我把我哥叫来了的感觉 一边说还一边用袖子抹着鼻涕 建安三年十月曹操带着多路人马到达了彭城 听说曹操前来陈公高潮了 他主动给吕布出谋划策 趁着曹操刚刚到彭城还没站稳 咱们主动出击迎面给他一拳 跟彭城的军队一起对抗曹操 让战斗发生在远离下批的地方 吕布很从容的摇头说 不要慌让他们打过来 看到陈公不解 吕布接着说曹操攻打彭城不会很快 咱们有时间部署下批防线 你看下批城被似水环绕 曹操从彭城过来 一定会沿着似水岸边而来 等他们快到的时候 咱们立刻出兵迎敌 借助似水地势夹击曹军 逼着曹操东勇回家 作为军人不懂地理是步行低 吕布这么果断的看清战术 还是不多见的 一是吕布最近接连胜利 势力增长也快 有了信心 二是吕布并非一个人在战斗 小配有张辽助手 东海狼牙地区有脏霸的泰山军 何况他还联络了元树的军队 另外吕布对陈公的能力并不是太放心 曹操已经到达彭城了 吕布再敢过去 未必合理 万一曹操一面抵挡自己 一面分兵抄后路 攻打下批 吕布就两难了 眼周失败的阴影一直在吕布的心里 没有消失 那是多好的局势啊 曹操的眼周就剩三个线了 竟然没拿下来 你瞧人家陈归老先生 毁婚计策 就让我成为了国家英雄 再一个反剑计 就大败元树 让我成为徐阳地区的老大 陈归先生呢 怎么最近见不到面了呢 陈公也因为之前的眼周政变失败 所以也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 谁也保证不了迎头痛击 一定会让对方的头痛 万一痛的是自己的手呢 粉碎性骨折也是说不定的 就这样 在吕布的运筹帷幄中 百里之外的曹操决胜彭城 亲和了吕布的彭城向猴鞋 然后屠城 并立刻顺着似水从北边冲了过来 听到消息 吕布一下从榻上站了起来 他有些傻眼 他真没想到曹操的动作这么快 十月还在梁国接收刘备 竟会在当月就拿下了彭城 而且屠城 曹操的这股狠金 让吕布胆寒 而张辽 脏霸也被曹操分兵围堵 根本无法加入主战场 紧接着又传来消息 陈灯带着军队作为曹操的先锋营 从下批的南边杀了过来 自从陈灯成为广陵郡太守 有了自己的军队以后 就一直手搭梁鹏的 盼着曹操来围剿吕布 吕布一下就贪坐了下来 吕布成了吕布伪 吕布担心自己的伪人 形象像形了伪人 他挣扎着站了起来 命令左右 把陈灯的三个弟弟给我抓起来 原来为了不让吕布起义 陈家人事先并没全都撤离下批 想寻机慢慢跑 但已经迟了 吕布拿到陈家这么多重要人质 立刻通知了陈灯 你三个弟弟都在我手上 看在过去的情分上 咱们就和解吧 我也不杀他们了 陈灯接到吕布的信 非常气愤 把信撕了 有什么冲我来 凭什么抓我弟弟 来人 给我加紧 猛攻下批 为我的烈士弟弟们报仇 吕布忘了 陈家有个传统 弟弟就是去当人质的 而且陈家也不会去救人质 这下吕布不知道怎么办了 不杀人质把气势上矮了半截 属下都看着呢 杀了吧 万一以后用得上 也许能因此救命了 他只好尴尬的把陈家哥撒手间关押起来 其实吕布并不残暴 只是勇猛并糊涂罢了 吕布手下有个叫张宏的刺监 刺监是汉朝的执法官 张宏特别为领导着想 希望给领导和自己留条后路 他招呼也没打 就在夜里悄悄把陈家三弟兄给放了 失去了人质 吕布一下就轻松了 他不用瞻前顾后的愁愁有影了 那就死心抗草吧